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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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104的資訊院的TD 今天呢 要跟各位來分享一個主題 就是在睡末的時候呢 很多上班族心裡都會有一個疑問 那就是我該不該轉職 我要怎麼樣來確定我離職的訊號 TD呢 在職場上已經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每當一個年度要結束的時候 公司的任務也剛好告一個段落 那轉職的念頭很自然就會浮現出來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可以來好好的檢視 自己的未來 為更美好的職業做打算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有四個訊號是可以 我們可以去做為檢視的 首先呢我會去檢視 我現在所在的公司 他對這個社會是不是還存在有貢獻感 那所謂的貢獻並不是指賺大錢的公司 我個人其實比較看重的是 我所在的公司對社會呢 是不是有正面的影響價值 如果我們的公司 他所提供的產品 服務都能夠幫助這個社會的人 生活的更美好 更幸福 那麼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有社會貢獻的好公司 無論公司是不是賺大錢 只要我們做的是無愧良心的事業 我們都能夠對得起我們所賺取的每一分錢 接著呢會跟各位分享第二個訊號 也就是我對我的工作 是不是還充滿著熱情 那每個人對工作的熱情程度不一樣 引發工作的熱情的動力也不一樣 有的人呢因為工作裡面可以學習成長 而不斷的付出心力 有的人因為工作有成就感而持續努力 那有的人也因為工作可以幫助到別人而犧牲奉獻 那所以首先你必須要先找到 引發你自己工作熱情的動力 再去檢視這樣的動力是不是還存在 如果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也不一定要轉職 可以在公司裡面尋求某人掉的機會 在其他的崗位上在一盞長猜 那第三個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我們可以去檢視看看 在工作中一同合作的一些夥伴 他們是不是跟我是志同道合的 那我們每個人工作其實都很難靠著自己 一個人獨立完成 我們常常必須要跟別人合作 那合作的人有可能是我們的主管 同事或者是部署 那當我們在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心智不是那麼的氣盒的話 我們很容易就像多坨馬車一樣 會互相去消耗彼此的一個經歷 常常就會搞得徒勞無功擺放一場 那當遇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應該要先去檢視 我們自己在行事為人的態度上 是不是正確 再來去思考說 我們如果進了一切的努力 還是沒有辦法的話 那可能再去思考認知這個問題 最後呢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現在的工作 對我一生的志業是不是有幫助 我相信每個人都帶著上天給我們的天賦 使命來到這個世上 我們心中應該都會有一個 這一生一定要完成的夢想 我稱它為志業 也就是立定心智要完成的事業 那我希望呢很多人可以呢 不是只是為了生活所需和忙 應該是為了存在的目的和努力 希望大家可以多花點時間來思考 人生的志業為何 讓我們在工作的每一步 都朝著目標前進 讓工作中的每一分鐘都充滿意義 最後呢大家在指壓的道路上 都能夠展示高飛 往夢想前進 謝謝